北京时间8月14号 百度发布了截至2020年6月30号未经审计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 2020年第二季度 百度实现营收260.3亿元 同比下降1% 运营利润56亿元 同比增长187% 净利润50.8亿元 同比增长40% 截至发稿时间 百度股价下跌1.22% 报收124.57美元 总市值429亿美元 财报发布当天 百度公司同时宣布 董事会已经批准追加2020年股票回购计划 将回购额度从10亿美元上调至30亿美元 有效期至2022年底 据悉 百度过去两年累计回购总额为19亿美元 从收入构成来看 二季度百度在线营销 收入跌幅收窄 同比下降8%至177亿元 包括爱奇艺 百度云 智能设备等其他收入 同比增长18%至83亿元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